第一名其实是个大黑马 就是台北市 经济日报与台湾人寿共同举办 幸福台湾2019县市幸福指数大调查 结果在21号揭晓 因为我们这个调查已经进行了8年 所以除了刚刚所说的可以跨县市横向比较 我们可以纵向的各个县市自己比自己 看看他这8年来前前后后的起伏变化是什么 台北市首度拿下第一名 成为2019年全台湾最幸福的县市 以些为差距几下之前连续三年夺冠的新竹市 让新竹市成为第二名 桃源市排名大要进 一举进步六名成为全台第三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就表示 这几年来北市府严守财政纪律 改善邻里交通并整顿市场 也大力推动智慧城市成为获奖关键 各项政策赞造市长的性命 就是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我们邻里交通建设的改善计划 我们的车祸死亡率降低了60% 幸福指数大调查参考数据包含了市民收入 就业状况以及环境品质等客观指标 另外还访问超过一万六千人的各项满意度 作为主观指标 新竹市虽然在主观满意度中增加了1.5分 但在客观指标减少了2.6分 因此失去冠军宝座 桃园市不论在客观指标与主观满意度 分数都有成长 而且关于社会联系与政府作为的满意度 拿下全国第一 让桃园记录全三名 现阶段我们在各项较大的建设上 已经都起步了 我们也相信在这些建设完成之后 必然会让市民的这个幸福感 再度大大的提升 我当市长五年内增加了20万人 那同时我们在基础建设的转型也非常的到位 从下水道河川整治社会住宅到这个轨道建设 其中第四名的台南市总排名大幅进步8名 拿下最佳进步奖 过去常常有这种重北清南的遗憾 但是我们从这次的这个调查来看 不一定资源分配多的城市 它就比较幸福 而是在于这个首长如何做 县市幸福指数大调查连续举办第八年 已经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排行 进行方圈圈一行台报道